哈嘍大家好我是打哈爾 今天這部影片來聊一下 拍球少年日服跟韓服的一些更新內容 首先來給我日服 日服這一次更新最重要 就是把實時 pvp 給更新出來了 那這個實時 pvp 玩法 跟競技場會比較相似一點 不過兩邊的操作都是實時在進行的 那跟韓服剛更新出來的時候 不太一樣的一點就是 日服更新出的實時 pvp 是直接固定出兩倍速在進行的 韓服剛更新這個實時 pvp 的時候 是只能夠用一倍速來玩 所以節奏上這個改版後的 pvp 的進行效率應該會比原本的要好一點 那在實時 pvp 對戰獲勝之後 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寶箱 這個寶箱有分不同稀有度 講義的內容從金幣技能碎片 體力跟經驗值 依據你拿到的寶箱種類而有所不同 不過共通點就是每次能夠拿到的強力 其實都不多啊 那我們一次最多就是解鎖下面的四個欄位 初始的時候他會送我們一個欄位 然後段位達到同一的時候 他會再給我們解鎖一個欄位 最後第三第四個欄位則是要用 鑽石跟陷阱去解鎖 那我是覺得沒有到特別划算了 因為他本身寶箱給的獎勵也不多 所以大家就根據自己的情況 再去選擇要不要解鎖吧 這個實時PPP另外也有解鎖一個 友誼對戰 就是假如說你想跟朋友一起玩的話 可以用這個友誼對戰 兩個之間可以互相對打 不過一個小缺點就是他沒有關戰系統 如果有關戰系統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舉辦一些 假如說有人想辦活動啊大賽 可能會比較方便 那跟著實時PPP一起推出的 就是他的商店 商店裡面要用實時PPP裡面 可以拿到的貨幣 可以去做一些角色球員碎片跟結晶 的一些兌換 也有這個在實時PPP裡面 可以用到的一些表情包 好的我們聊完實時PPP 接著來聊日服這一次 更新之後做出的一些改動 那首先就是 商店裡面 我們原本可以買到的角色碎片 就是一片的那個 他以前是每周只能買一次 現在在各大商店都是 每天都可以去買這個一片的碎片 在抽卡碎片商店這邊 我們原本是只能夠買到 彩色跟紫色的結晶 現在 Efford跟 Season的結晶也出現在這邊了 再到PPP這邊 我們原本要拿到每日的 寶石的獎勵 需要150個PPP分數 但是在8000分以後 分數會比較難提升 那這次的改動就是 8000分以後的玩家 他們的PPP 獎勵只需要75分就可以去領取了 接著官方上一次公告說 有角色會更新 或者增加技能嗎 那其實有增加技能的角色只有兩隻 或者有其他沒有注意到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這兩隻都是自由人 他們分別是入人甲A跟入人甲B 更新之後他們多了 超級接球的這個技能 現在所有自由人 都有超級接球的技能了 其他角色像是天同爵 他沒有更新技能 但是他技能的外觀 也有稍微改變一下 活動任務這邊之前有一些要求 需要兩個白鳥澤球員 角色的關卡 現在只需要一個白鳥澤球員 就可以解鎖他的成就 再來是抽卡的卡池這邊 先新增了一個 Iconic 確定卡池 在這個卡池裡面 我們只會抽到彩色角色 不過不包括白鳥澤的一些彩色角色 那這個卡池要抽需要花費現金 然後累積到24抽的時候 你可以自選一個彩色角色 雖然自選是很爽 不過要能夠抽到24抽需要花費的 現金其實是不少的 所以大家就在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去考量 要不要抽這個卡池吧 那卡池一天只能夠抽兩抽 會持續14天 大家如果有需要抽的話 就把握時間去抽吧 接著是隊伍星星獎勵這邊 就是他新增了300顆星星以後 可以拿到的獎勵 假如說你不是大課長 可能後面的獎勵也拿不太到了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最後就是我們去看排球TV這邊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看到 角色的一些屬性跟他們的狀態 就算不是正在比賽的隊伍 我們也可以點進去看 好了呢 以上就大概是日服的所有更新 那我們接著簡單看一下現在的憨服 憨服這一次更新的更新內容 基本上跟日服差不多 但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多了一個 收集角色星數提升屬性的一個系統 那在這邊我們 如果收集角色的星數達到一定的 百分比就會獲得一個對應能力的提升 那這邊的角色就是包括 純品階以及教練 當然一般玩家是不可能 去集滿所有的角色的星數的 那有些玩家可能會覺得 那是不是我的 effort 角色 後面就最好是留著去兌換 來完成這個成就系統 那我覺得他這個屬性提升不多 而且你少一顆星星的影響 可能也沒差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 effort 角色的話 該換掉就還是可以換掉啊 那這邊的成就都是以百分比去做計算 所以後面如果有推出新角色的話 他這個百分比的計算會重新有所調整 好啦那韓服其他更新內容跟日服大同小異啊 那我這邊聊一個韓服的公告 就是韓服的Technic角色卡池 現在是輪換回到烏野 而且後面幾期會輪換的 Technic卡池基本上都確定了 就是烏野 并居一達攻清晨白鳥澤 照這個順序去做輪換 所以我推測要再推出新角色 也就是肖谷的卡池的話 可能是要等這個輪換結束以後 所以肖谷很有可能是要在一個多月以後 才有可能會推出 好啦那以上就大概是這一次的更新公告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一次的更新怎麼樣 我自己覺得他這次更新最糟糕的地方 可能是他推出這個付費的 必定得到Iconic的卡池 通常推出這種卡池不會賣個28抽這麼多 而且每一個的售價其實不便宜 重點是就是他的那個自選券 要24抽才可以獲得 基本上就是一個吃香 非常非常難看的一個做法 當然不否認這次更新 還是有不少系統優化 但是就希望他後面能夠再推出一些 新的關卡或者新的挑戰 新的小遊戲之類 而不是去弄這些卡池之類的 爛活動吧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簡單就到這邊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給我 請下部影片